《神中佛,唯有你勝過一切》 2月4日,他的供應 約翰福音6章32節 那從天上來的糧,不是摩西賜給你們的 那是我父將天上來的真糧賜給你們 我先生的家裡有8個成員 他爸爸媽媽為人非常孽心、好客 所以在我先生成長的歲月裡 家裡總是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會來找他們一起去吃飯 他們家裡的環境其實不太富裕 但不知為什麼 家裡總是有足夠的食物來招呼客人 他們的兄弟姐妹時常都這樣說 儘管他們從未見過食物增加 但是來確信上帝經常會奇蹟地供應食物 讓所有的人都能夠吃飽 在約翰福音裡 他記錄了耶穌在餵飽五千人之後 跟他們之間湧長和深刻的互動 記住在約翰福音6章26至58節 在奇蹟般的供應之後 民眾要求耶穌再行一個神跡 好叫他們可以相信祂 在31節他們這樣說 我們的祖宗在曠野吃過瑪拿 這瑪拿是在上帝 曠野四十個年頭裡 天天供應給他們的 我真的很喜歡記載在 出埃及記第16章 關於瑪拿的故事 請你花點時間讀一讀 或者我也會像那些焦慮的人一樣 奮力收集一天以上的瑪拿 因為不確定上帝是否真的會在第二天 持續地供應給我 我是否有足夠的信心在第七天休息 以慶祝我的供養者 上帝對祂孩子們的信實呢? 我們回到約翰福音第六章 耶穌告訴我們 瑪拿所預表的是祂 祂就是那個從天家 上帝降下來的真瑪拿 在曠野的物質供應 指向我們在耶穌裡屬來的供應 前面是容易扭壞的 後者卻是永恆的 耶穌在第五十一節這樣說 我是從天上降下來生命的糧 人若吃者糧就必永遠活著 我所要賜的糧就是我的肉 為世人之生命所賜的 上帝慈愛地供應了我們一切的需要 無論在物質上或屬靈上 讓我們相信祂對我們的信實 並且將我們的憂慮放在十字架的腳下 正如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這樣說 上帝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寫了 喜不也把萬物和他 一途白白的賜給我們嗎? 今天的神宗課就到此 明天再繼續吧 拜拜